因为上午的地震,交通部长王国财已经责任了港航局来紧急启动海运输运备员计划 上午的7点58分发生了规模7点2地震之后,苏花路廊是暂时封闭 另外铁路、郊西以及凤林间的这个铁路也都全面停驶 交通部长王国财已经责任了航港局,他们紧急调派船舶来协助东部输运 另外航港局也紧急调派了台北快轮,载运量可以搭载230部小客车投入书运